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节 世人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生活越是忙碌 越需要神的话语指引 愿神每天借着至圣的真道 活泼的圣言 引导我们走异路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我们思想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三十二篇 秀乐圣经诗篇第三十二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 真平安 喜乐至江河 永不甘 十年岁来临 我不慌 活着为耶稣 他在旁 求助助我 多释放你 求助助助我 多赞美你 使我活在 主子爱里 永远跟随主 不专利 活着为耶稣 的爱心 他我中心 乐福满意 但为主圣 我听住民 直到我走 万事路程 求助助我 多释放你 求助助我 多赞美你 使我活在 主子爱里 永远跟随 永远跟随 我多赞美你 求助助我 多赞美你 求助助我 多赞美你 求助助我 多赞美你 使我活着为耶稣 主子爱里 永远跟随 主 不全力 诗篇第32篇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益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 凡前诚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祷告你 大水泛疫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劝诫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寻福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倚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第三十二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到四节 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 经文说道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感觉的问题呢 首先 我要做一个实际的建议 假如你现在感到低沉 你应该先肯定 有没有哪些 叫你失去喜乐的明显原因 例如 如果你犯了罪 你就会感到苦恼 奸诈人的道路 齐取难行 你若违反了神的律力 破坏了他的法则 你就不快乐 你若以为做了基督徒 仍可以任意而为 我心我素 你的基督徒生活 一定会很痛苦 这是不争的事实 像日夜运转那么自然 你若隐藏惯常犯的罪 若圣灵借着良心 所指斥的恶行 正缠绿着你 你一定不会快乐 你应该做的事 只有一件 就是认罪悔改 马上到神面前认罪 敞开你的心 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一切 然后 忠心相信因为你认的罪 神就赦免了你 使徒约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假如 你因为不肯认罪而不快乐 我向你列举其他原因 岂不是浪费你我的时间吗 太多人陷在这个泥沼里 我们要清楚面对 没有向主承认的罪 让良心对我们说话 要聆听神 借着在那里边的圣灵 对你说的话 马上处理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 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这个题目 奥古斯丁说 自由意志不归向 不变的善 而转向于 会转变的事物 这时恶就产生 善是永存的 恶是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偏离神而产生 罪不是从外边的行为算起 而是从内心的方向算起 你在神面前心不正 打算犯罪 心一偏邪 心心一后退 就已经得罪神了 你是在意念当中得罪他 神不是单看我们做了什么 他看我们在那面前是怎样的人 我们在那面前存心如何 信了主以后 我们已经有能不犯罪 但还可能会犯罪 神不会因为我们犯了罪 就不爱我们 他知道我们一生的过犯 他要看我们怎么处理 怎么回应 神要的是忧伤了灵 忧伤痛悔的心 他必不轻看 神所喜爱的是 内心的诚实 当我们存着诚实的心 承认离弃自己的罪 神就垂听而赦免 又将我们当行的善道 指教我们 一个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因为良心不安 对报应是很敏感的 民书记三十二章 二十三节神说 要知道你们的罪 必追上你们 神对约束亚说 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要远离罪 若是你里面有隐藏的罪 主的荣耀就不能充满 在你生活中 你若是不信 定然不得立文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 避至败路 你在暗中 在暗地里 做明知会让主蒙羞的事 就让自己成为神眼中的恶人 而神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你得罪神 而不愿认罪 在你里面一定 一切都不对劲 你的心不欢喜 你的灵不快乐 你的肉身 也不能安然居住 赫人乌里亚的那件事 是大卫的生命 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大卫明知道自己有罪 却故意遮掩 他的心是茫然的 你可以感觉到 大卫灵里的忐忑焦虑 没有把握 也没有喜乐 更没有力量 他的精神压力无比的大 失去了一直以来 所享有的平安 没有踏实的 明智的道德 就没有神同在的喜乐 以及因为神所喜悦 所带来的平安 神有时许可恶人 隐藏他的罪一段时间 然后突然间把他摔下去 让了东窗事发 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有些声称富有灵安的牧师 一时间吸引很多人 却因为生活不圣洁 或者在钱财上犯罪 东窗事发被判坐牢 陶书牧师说 没有一种触犯了公义的罪 胆敢以高超的宗教经验 为理由而原谅自己 在道德上错误的事情 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正确 基督徒的理想不是体验快乐 而是成为圣洁 圣洁带来难以言喻的快乐 那才是真实的喜乐 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 并且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真言八章十三节 所罗门说 亲为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诗篇九十七篇十节 诗人说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神要我们悔改 没有别的路 不要心里说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每个人都会犯罪 也不要口里说 每个人都有软弱 以为可以原谅自己 或者把自己的恶行和理化 不认罪 就是罪人的记号 主说 你们应当近时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我们对于罪 应当警惕离开 不但没有罪行 也不让罪 缠绕在我们的思想中 切切保守自己的心 不让自己的心偏离神 你是属神的人 没有什么能断绝 你跟神的相交 也许你心里应当有的喜乐 唯有隐藏的罪 罪在我们心中时 我们心里就没有安息 也没有属天的平安 也没有喜乐 喜乐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但罪又不出去 活水就不进来 宋上杰在责备罪恶的时候 经常讲这句话 既然知道那些 叫你失去喜乐的明显原因 就当向神承认诉说 自己所行的事 史篇32篇第五节 大卫说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依赫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你犯了罪 却闭口不认罪 结果会因为罪恶感 而内心沉重 心中没有安息 生活不安稳 工作没有能力 连身体健康也受影响 奸诈人的道路是齐虚难行的 史篇51篇第三节 大卫说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你闭口不认罪 主要在心里 不断地将自己的罪合理化 饮罪之苦 不但夺走你的平安喜乐 你也因为心存刚硬 而让自己陷在祸患里 心中藏有罪恶 不可能有好的感觉 怀藏罪孽所带来的痛苦 以及悔改所带来的祝福 是鲜明的对比 唯有得到神的饶恕 恢复跟神的关系 重得既温之乐 你心中才能充满 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否则 你里边仿佛有一颗大石头 让心灵永远不得自由 淡化罪 就是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工作何其大 祂的心思极其深 是神让你心灵不安 是祂在你心里施加压力 借着圣灵感动你 使你因罪忧愁 你要为着你里面神圣的不安 感谢神 因为祂引导你重建跟神的关系 大卫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也就是他感到骨头枯干的时候 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 大卫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大卫心中的煎熬跟痛苦 让我们看见脱不是办法 因为神不会放过你 凡神所疼爱的 他必责备管教 甚至鞭打 神所接纳的儿子 他绝对不会认凭 当你自己有罪的时候 要丢掉所有的借口 坦诚地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 不要遮掩 不要逃避 而要来到神面前向他臣民 寻求他的帮助 诗篇三十二篇八到九节 主说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驯服 主好将调音师 要把你走掉的琴弦调好音 让你可以重新演奏 拉出和谐 悠扬的乐曲 曾经在美国西部 一位老牛仔 他约把小提琴 可是琴音走掉了 他因为地处偏远 自己无法调音 无奈之下 他写信到电台 请电台在某一天 某个时段 奏出A调 好让他能够调音 电台收到这封信以后 决定答应这个特别的要求 到了指定的日子 时间到了 就在广播节目里 奏出准确的A调 老人家及时将小提琴调好了音 从此 小木屋里又重新回想起 优美又欢乐的琴音 若是你里面的罪 让你人生走音 像一把走掉的小提琴 怎么拉都很难听 今天就到主面前来 向主承认 主会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他名叫耶稣 就是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诗篇三十二篇十节 大卫说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倚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主永远可靠 他爱我们 以色亚书一章十八节 他说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真实愉快的根本就在于 清洁的良心 治疗学家 赛德勒博士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患精神病的人 通常有一个不安的良心 若是你心里还是注重罪孽 你的祷告 主不未听 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神有赦免之恩 他等着要救赎那些敬畏他 仰望他慈爱的人 遮掩自己罪过不是办法 依着神的一丝忧愁 为自己的罪深深忧伤 仰望主的怜悯 仰望他赦免你的罪 喜尽你的不义 才能走出灵性低潮 脱离败坏的坑 主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愿我们没有一个 长久陷入灵性低潮 而清楚面对 还没有向主承认的罪 不因为闭口不认罪 而削弱剥夺了灵魂的活力 失去蜀天的安稳与平静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是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搀扶他的手 我们忠心的事在神手中 神为我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 但愿主的恩典 因着你我的顺服 能在我们世上多多显出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安稳港口 我灵魂惶忍入漂流大海中 最终胆尽压住我心 不听见此声 说道你来救我 我救进安稳的港口 我将我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因耶稳使我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我将我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绝不在四处漂流 海途中狂风暴浪 无奈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我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朋友请你来主耶稣在等你 他有全能愿保护你 请你搬一铃泡沫航门岗口 怎能说此爱主求我 我将我灵魂黄黄望闻岗口 却不再四处漂流 海途中狂风暴浪 无奈我 因耶稣是我必难送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创造我 认识我 扶持我 拯救我 使我灵魂苏醒 在你眼前行活人之路 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并且会淡化自己的罪 试图隐瞒遮掩 但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唯有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藉由今天的信息 求助加深我们 忠于你 行合一之事的渴望 你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愿你洗去我们心中的恶 叫恶念不再存在我们心里 说我们能显出自己 是真正得救的 是活在你救恩里的 帮助我们爱慕 在光明中与你同行 不让自己长久置身在幽暗里 主啊 我们的愚昧 你原之道 我们的罪迁不能向你隐藏 能够向你认罪悔改 是多么有福气 你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渴望向你 愿你领我们进入你的安息 使我们安然居住 你是我们灵魂安稳的港口 我们感谢你 你拣选我们 成为心里没有诡诈 你不算为有罪的神国子民 能永居圣城 帮助我们在父神一些旨余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 我们把一些荣耀 颂赞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祝福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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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给您